主料,洋葱100克,小葱100克,大葱100克,玉米油300克,辅量,花椒10粒,八角一个,酱油,盐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做葱油之前先准备材料,小葱,洋葱,大葱三种小葱和洋葱能提香,大葱核实体味,三种葱摘去烂叶,清洗干净,洋葱切成丝, 小葱切断,大葱切丝,准备适量八角和花椒,有了它们,葱油更香,锅里放油,小火加热,八角和花椒放进去炸出香味后捞出,然后将三种葱放进去,小火熬至,火里一直保持在油微微翻滚体泡,慢慢熬至葱油,中间用了很长时间,十几分钟需要了,等锅里的葱被炸干,捞出来, 炸干的葱别蒸了,酥酥脆脆的,饱好吃了,开水煮面条,煮出后捞出过凉,面条上方适量盐,一点糖和几滴味极鲜,将滚热的油摇一点,自辣椒上去,本菜就是美味的葱油拌面,再煎个鸡蛋,无敌美味啊,烹饭技巧,用蒸三种葱,熬葱油最香了,取其精华熬葱油的油,最好用气味清新的油, 味道重的花生油,菜籽油什么的最好不要用,会冷盖葱的香味,我用的玉米油熬葱油的时候一定要小火,慢慢加葱的水分炸干,炸酥,火急了,小心油也跟着炸焦,产生什么有害物质,就不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